高雄市電影館 怎麼被調侃變成殯儀館 全因為這一段電話語音 高雄市殯儀館 及延時發展及開變支援中心 總機到對公俠會 聽起來真的不灑灑 民眾一聽滿臉黑人問號 殯儀館 你聽起來是什麼 什麼殯儀館發展中心 聽起來是殯儀館是不是 對 殯儀館嗎 哪裡 殯儀館嗎 正值農曆七月 越聽越覺得毛毛的 連議員也忍不住拿來質詢 通通都聽成殯儀館 對 我也聽成殯儀館 我們議長也聽成殯儀館 因為現在是七月 大家聽到這個 都有點貓不爽然的 電影館表示 這一段語音 已經使用超過兩年 沒想到因為被誤聽成殯儀館 瞬間爆紅 一個下午電話響不停 但現在已經重新錄製上架 從台北來的引人 坐我們的計程車 然後他就跟他說 我要去電影館 就那個計程車司機 把他帶到殯儀館 就即便不是在這個 錄音的體系下面 其實還是有可能 發生這樣的錯誤 烏龍事件曾真實上演 電影館 殯儀館 於說講太快 或是咬字甘露人 就容易被誤會 然後電影館 除了電影又多了一個 討論話題 見黃勳 洪富人 高雄報導 底膜 energized 文彦 inger 至少 縁